这是小学生放学走的一条小路 放学回家,看见我挖机在这里,还不忘打一声招呼 哈喽老铁们,今天我们过来修一条路 总共距离大概有200米左右 以前就只有一条人走的小路 经过我挖机,在这里施工两天多 终于把这一条路给他修好了 整条路施工最困难的地方就是这个位置 是有几块荒地组成,一块地比一块地高 这位大树站在这里跟我说 这棵白树不能给他挖到了 可是这根白树又是在转弯的位置 看起来就非常的别溜 没办法,给他墙也不让挖 就只好整条路从这棵白树旁边过 由于这里地势比较高 所以就得不停地往下面降 挖起来的土就往后面转 挖机一直往前面开,一直往后面转土 直到坡顶的位置 再开着挖机用推土铲 把所有的土给他往下面推 其实村里面还有另外一条路可以到街上 以前大家都是走的那一条路 但是那一条路需要经过一座桥 每年河里面涨水,久而久之 那一座桥现在已经变成了微桥 到最后车也不敢走了 村里面的人就觉得非常的不方便 甚至有的小学生 为了抄近路就选择走这里的一条小路 这时候村里面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 以前也是在村里面工作 只不过现在已经退休 他就组织大家 整个这个村主有20多户人家 每家每户就收集两三百块钱 听他说20几户人家就有两户人家没有拿钱 大部分家庭都拿了两百三百都有 总共凑了五六千块钱 就请我挖机过来给他们修路 像这种做好事修路 我绝对是一不容辞 早一天把这里的路修好 小学生上学也多走一天的好路 当时这位老人叫我过来看了看整条路的路线 就说花五千块钱 叫我把整条路给他包了 我当时犹豫了一下 根据自己的经验判断 整条路修好根本就花不了五千 估计也就两天多一点的活 我就跟村里这位老人说 要不挖机就用台班按小时收费 这样可能还比较划算一点 当时我还向他承诺 如果这条路我修出来超过了五千 无论多出来多少 我都不会找你要 就这样我们愉快的商量好过后 我就把挖机拉了过来 虽然说是做台班按小时收费 每小时一百八 但是我这两天看我的速度 那是一点都不慢 有的老铁觉得80的挖机一百八贵了 可能是因为每个地方的单价都不一样 我们这里80的挖机就是这样的行情 可能云贵船这些地带的挖机 稍微单价都比较偏高一点 听说沿海地带单价就比较低 老铁们可以把你们当地80的挖机 价格打在评论区 大家相互看一看差距有多大 老铁们看就是这一位老人 为村里面憔悴了心 只因为现在村里的干部跟他说了一句 如果大家出钱能把毛培路修出来 村里面就会想办法把这一条路 全部给他印花上 倒上混泥土过后 以后大家都会走这一条路还比较近 去街上赶集或者上学都比较方便 现在是挖机第一天做结束的时候 这里转弯的位置看天气预报说 今天晚上会下雨 我就赶紧的把路面平出来过后 就给他压紧了 没想到第二天过来 当天晚上真的下雨了 但是没有下很大 现在时间来到了第二天 我继续开始修路 路两边砸满了杂树 还有很多杂草 首先先把一些杂草树木给他推到边上 整块荒地看起来就明亮了许多 就好像剥了壳的鸡蛋 整个路基看起来就非常的光滑 老铁们来看一看 这是什么土 挖起来又硬又连 路基的宽度修出来过后 再不慌不忙 把里面的边坡 统一的给他刷出来 尽量的把里面的边坡有幅度的地方 给他做到自然一点 直线距离的地方就给他做到坡度统一 里面边坡刷下来多多图就给他分散省平 多多图就往后面转 老铁们看 这两位小朋友还在这树上栽这个葵树花 可能他也是听大人说这个葵树花可以卖钱 就爬到了我刚刚推倒的树上面 然后非常危险的站在树上面 在这个葵树花 当时我还想推旁边这一棵树 我看到了过后就赶紧叫他们下来 幸好被我看到了 不然我推这一棵树肯定会把他们压到 真的是太危险了 老铁们觉得我说的是不是 这边上两棵树按倒过后挖机的地方就处于在斜坡的位置 这里又是一个下坡 把边上的坡也给他刷一刷 刷整齐一点 接着就从前面把高的地方的土往后面转 下坡的位置降了一次不行就降两次 降了两次不行就降三次 反正要把这个斜坡的位置要给他修到非常的顺畅 前面穿黑衣服这位大叔 是一位好心人 他家的房子就在前面这棵大树下面 中午时间到了 他就邀请我跟这位老人家一起去他家里面吃饭 连走两天都是在他家里面给我们办招呼吃饭 我们也是非常的感谢无偿的给我们煮饭吃 我们一起给大叔点个赞好人有好包 现在时间就来到了下午 整条路就还剩下三分之一的位置没有修好 前面这一块地里面还种了不少的高粱 只不过才开始发芽 为了让路行看起来更加的顺畅 这位老人就说这是他家里面的地 直接挖了都没有事 把旁边的地挖了过后就开始继续往后面剪平 旁边多多土就挖到右手边给他填起来 很快就修到了街头的位置 这位老人就叫我把旁边的树根给他跑起来 把这边上给他修的宽敞一点 这里修一个喇叭口 这后面就是水泥路 整个土路就是在这个地方相连接 现在我就简单的给他扫平过后 挖机还有另外的事情要做 现在整条路已经全部剪平 挖机就来到了这一棵黄果树下面 听这位老人说 他想把这一块地全部给他整平 等以后到混离土路的时候 就把这块地给他硬化起来 以后再向村里面申请 要一点健身的器材给他立在这里 以后到了夏天 村里面的人都可以到这里来休息 晚上乘凉 大家坐在这里吹吹牛 然后吹吹晚风 真的是非常的惬意 OK 现在把整个场地给他平出来过后 整条路也已经修通 我就把表面的松土重部给他扫平 一直扫平到上坡 脸压过这里 现在外面已经下起了雨 但是不是很大 整个路面也已经快打湿 但是接下来我也是硬着头皮 抱着下雨天 把整个路面全部给他压出来了 下雨天脸压路面 效果肯定会差一点 没下雨脸压 效果肯定会更好 现在挖机来到了转弯的位置 这边上前方比较大 就用挖斗给他拍一拍 把边上都给他拍均 挖机继续往前面开 来到了下坡的位置 同样的方法和步骤 把边上也给他拍一拍 这样做的效果 又好看又不会塌 路的两边仔仔细细拍完过后 再用挖机的履带把路的两边 全部给他脸压结实 就这样一个履带接一个履带 把整条路全部给他压完 OK老铁们我已经干完了 现在时间是第三天上午 总共挖机干了21个小时 修这条路就收了3500元 老铁们觉得怎么样 看到这里可能有的老铁就会说 整条路里面没有挖水沟 但这个水沟是老人家不让我挖的 我也是没有办法 就只能呈现出现在这种效果 有没有老铁知道老人家 为什么不让我挖水沟 OK老铁们 活已经干完 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的帮忙点个赞 加个关注 非常的感谢大家 这是农村山上的一位老奶奶 给我倒茶水沟 今天的主要干活内容 就是给他家修一条路 修整条路填土方比较大 东家把取土的地方指向了他邻居家房子后面 今天干的这个活 可谓是一时二了 做一件事 两家人都得到了好处 我们一起接着往下看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先把这一根 先废弃很多年的电杆给他挖掉 修路我们先不急 先把这房子旁边周围给他清理一下 弄平整 因为这座房子等不了多久 也要拆掉重新修建 所以这个地平挖坏了也没有关系 我已经叫了一个货车过来 把这里弄平整过后 就作为他掉头的场地 现在挖的位置就是房子后面取土的地方 我先简单的给他降出一个平台 挖机站在上面 没想到这个土这么连 才挖几下 土就粘在了斗上面 货车上来的位置 这里是一个斗坡 估计从这个位置上来有一点悬 我先挖一斗干土 过去看一看 给他铺平过后 用挖斗拍一拍 结果还是开不上来 就得重新给他修路了 看了看地形也没有更好的位置 就直接简单快捷的从车子前面 这里给他修一条土路上来 车子很快就开了上来 再把这个倒车的位置给他铺一层干土 因为土下面比较湿润 车子轮胎压了过后 就很容易打滑 只要刚开始第一车或第二车少装一点 车子可以正常运行 无线车 顺利的把土转出去 后面基本上就没有问题了 整个货车转出来的土就是填下面这一条路 刚开始货车每到两三车土 我就得挖机过来用推土铲 全部给他推下去 给老奶奶家里面修的这条路 我大概算了一下 需要两百方土左右 这个货车我就计划 每车给他装五方土 往外面转晕 一直从早上装到了下午 一共装了40车 就刚好两百方土 这里面取土的位置也经过我的计算 在一开始挖的时候 我就计划挖五米宽 然后刚刚好取完两百方土过后 就形成了一条直线 该说不说 这房子主人要的就是这样的效果 以后重新修建房子 把后面挖宽了过后 场地就会更大一些 现在土已经装的差不多了 我就把这里的路给他修一修 就安排货车先回家 现在时间也不早了 第一天就这样愉快的结束了 现在时间来到了第二天 今天我就计划把这里的活 全部一次性给他做完 修路我们先不急 先把挖机开到这座房子后面 把乌檐沟给他掏一掏 顺便把后面再给他整平一下 至于现在房子后面的坡 是垂直的状态 我也没有去进行修整 也是有一定的原因 毕竟挖机费用 全部是老奶奶一个人承担 去刷里面的坡 一定会耗费不少的时间 垂直挖机的费用也会增高 综合的考虑了一下 我就跟房子主人说 你家以后还要拆房子 挖机肯定还会来 到时候挖屋场的时候 就顺便把后面的坡 统一刷整齐就OK 他听完我这样说 感觉也非常的有道理 便也同意了我的说法 我现在的主要目的 就是把所有的土 全部给他转到老奶奶家门前这里 生活在农村赚钱也不容易 大家邻里邻居相互体谅 相互支持 这是最好的结果 今天做的这个活 这位老奶奶跟他邻居 都是过去所需 老奶奶的精神就是想修一条车子 可以通往他家的路 而他邻居 就刚好想把房子后面挖宽一点 为后面修新房子做好准备 这里还有一颗废弃的电杆 小心翼给他放倒过后 就给他推到边上 老铁门不要误会了 这是一颗没有拉电线的电杆 挖机仔细的从地平里面把所有多余的土 全部给他清理下来 属于他邻居家里面的地 碰都不要碰 只是把表面一些松散的土 给他挖走就可以了 现在挖机来到了老奶奶家门前这里 先是简单的把一些杂树给他挖掉 接着就开始平整整条路的轮廓 挖起来了一块石板 这位老奶奶他想要就给他丢在地平里面 这里是老奶奶以前家里面的一条老路 非常的小 我就把整条路闯步给他往里面移了50公分 在同时拥有大路的情况下 小路也给他留着 刷下来多多图就给他挖起来往前面转 先把地平接头的位置给他填到饱满的状态 每天一层就要用履带来回的进行碾压 毕竟这个位置填土方有这么高 如果不碾压的话就很容易下沉 到时候边上垮塌 最后还不是要找到我 碾压的过程我就没有统一的在视频里面展现 把前面接头的位置做到差不多的时候 我就开始后面的工作 把里面的边坡统一的给他刷出来 整个刷坡的过程需要注意一点的就是 不要把里面的地平原先的老土给他挖到 这里是水泥路街头的位置 按照老奶奶的要求 把街头的位置给他下降10公分左右 方便以后到混泥土的时候 不会突出来那么高 挖起来多多图就继续往后面转 现在整条路坡度不是很大 有这么多图一定要把它修得缓一点 看起来非常的自然好看 第一次剪平不需要很精细 只需要把宽度和轮廓给他修整出来 接着再用履带来回的从边上碾压 直到把整条路全部给他碾压结实 这时候老铁们是不是感觉还缺少一点什么 没错就是还差一条水沟 这位老人家就给我指了指这个位置 就从这里开始从里面给他掏出来了一条小沟 水沟掏好过后 接下来就精细的把整条路给他传播整平 老铁们接着往下面看 他邻居后面做了一件事情 让我非常的难受 感觉实在欺负人 也让我非常的生气 欺负这位老奶奶不懂 如果是换成我 我肯定不会同意他那样做 整条路我修好了过后 老铁们就知道我说的是什么了 现在挖机把整个路面第二次精细剪平完成过后 就用挖斗放平于地面 高的地方就往矮的地方扫 把整条路全部仔细细给他扫平 现在挖机来到了地平街头的位置 把外面的边坡统一的给他拍均 由于这里填土方比较高 下面的位置拍不到 把人拍的位置全部拍紧过后 挖机就开到了下面填里面 由于下面这块地是老奶奶家里面的 就可以随便走 开下来过后 就把下面的边坡 放不使劲的给他拍均 拍一遍两遍三遍 反正东家不会说你没养工 因为他也知道这路边拍的越紧越好 现在挖机从田里面开到了路上 简单的把上来的缺口给他整平一下 接下来的步骤就是用履带 从最边缘的位置开始碾压 一个履带接一个履带 只只吸气全部碾压一遍 边上压不到的位置 就用挖斗给他拍一拍 只要按照我这样的方法修路 整出来那绝对是平平斩斩 看起来非常的结实 都看到这里了 老铁们帮忙点一个赞 感谢大家的支持 老铁们觉得我修的这条路怎么样 是不是看起来还可以 感谢大家的发财手 帮忙点一点弹幕 现在挖机往前面开 来到了地平这个位置 把这几块条石给他收一收 听这位老奶奶说 驾到了这里大半辈子 今天终于通上了路 心里面非常的激动 现在挖机开到了水泥路的位置 在这里挖一条水沟 现在挖机干的活 不是老奶奶家里面的 但是挖机这个费用 是老奶奶家里面出 就是在这里埋上一条水管 这个倒没什么 挖机也没有挖多久 接下来才是让我非常难以自信的一件事 他邻居竟然叫我把挖机 开到了他家房子后面 说他在后面撒了一条石灰线 这是土地的边界位置 叫我以跑水沟的方式 给他挖出来了一条边界线 虽然在这个位置挖出来了一个缺口 但以后的山水特别大 肯定所有的水都流向了这条路 当时老奶奶还以为 这只是一条土地分界线 他邻居可真够聪明的 既可以当成土地分界线 又可以当做房子后面的围水沟 保全了自己的房子 却没想这条沟的水流向了哪里 山水那么大冲下来 就直接到了土路上面 老奶奶家里面的人 还单纯的以为 山水下来过后 就可以从路旁边这条小沟流走 我也把这当中的利害关系 跟老奶奶讲了一遍 说以后的山水 全部流向了你这条路上 肯定不好 看得出来 老奶奶也不想破坏邻居关系 也不好去多说什么 她说修这条路 都靠她房子后面这些土填起来的 从这里就看得出来 这位老奶奶非常的善良 心又好 还给我端茶水货 这老奶奶一定是一个好人 大家觉得我说的对不对 遵从她的意思吧 反正挖都挖了 我也只是一个旁观者 趁着他们接管的时间 我再把整条路来回的 给它碾压了三十遍 现在就来到了水泥路街头的位置 开始回填这一条波纹管 这条管主要流的水就是 它邻居家房子后面的物盐水 简单的回填完过后 就用挖斗给它拍一拍 拍接拾过后 就开始回填上面这一截 OK老铁们 整条管就已经全部回填好 把表面给它扫一扫 烫一烫 这老奶奶果真是一个大好人 挖机挖钩买管 所有的费用都是算在她的头上 她邻居一分钱都不出 现在挖的这一条沟 是另外一幅人家里面 她也去买了一条这样的波纹管 叫我给她挖一条沟 把这条管给她买在下面 现在干的活 基本上与老奶奶家里面都没有关系 但是这个费用都是算在老奶奶头上的 这旁边的邻居都是想叫她帮一帮忙 挖也挖不了多久 十几二十分钟 也花不了多少钱 就叫老奶奶帮帮忙 老奶奶也是碍于面子 也不好多说什么 也只好无奈的答应着 这条土路真的是太陡了 这里简直就是一个直角转弯 然后上陡坡 而且街头的位置还是交叉轴 我估计没有几辆车能从这里开的上去 现在路也修好了 她邻居家里面的活也帮忙干完了 就来到了取土这位邻居家里面 表面多余的土是没有了 只是简单的给她扫平一下 然后再用履带来回的床部给她两压结实 这样做的好处就是下雨天就不会那么淋漓 毕竟从她家房子后面取了土 还把她家地平全部给她破坏掉 所以就得非常精细的把她房子周边给她弄平才行 今天的活也快干完了 最后听老奶奶说 她家的房子下雨天经常漏水 已经很久了 这次不得已才出钱修了这么一条路 方便货车开到她家门口 房屋漏水就是她以前的瓦不行的 就得换新瓦 这步刚修好的路 货车就拉着新瓦来到了老奶奶家里面 所有的事都如她所愿 整个活就干了两天 加上货车的费用 一共收了老奶奶4500元 老铁们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 是不是感觉还挺划算的 货车给了1200 我自己留了3200 最后感谢老铁们的观看 喜欢的帮忙点个赞 加个关注 修路本事方便村民出行 造福子村的好事 有人出来阻挡 肯定事出有因 首先了解村民们阻挡 不让占地的原因 然后对症下药 就是视频前面这位大哥 是小有名气的生意人 前面这一大栋房子 就是他的老家 房子的两边都没有通公路 僵持了大半天 最后出钱赔偿 终于可以开工修路了 整条路的长度大概在200米左右 现在挖的这块田是起点的位置 终点的地方 在去连修桥的位置 东家直接出钱 请挖机 把这一条路传播给他修通 东家说我把房子两边的路 都给他修通 以后两边都可以走 这里起点的位置 这块地里面种了很多树 每一棵都是经过赔偿过后 再给他挖到旁边 具体赔了多少钱 我也不知道 这块地主人是闹得最凶的一个 这里田方比较大 就从外面田里面挖土 然后全部给他填起来 明明这个转弯的位置 可以把路拉斜 这样看起来就会更加顺畅一些 可这位地主人就是不干 就只好从地旁边经过 然后一个直角转弯 闹的时候就说 这条路修好了我都不走 可真当修起来的时候 这门前这里还要叫我给他修平顺一点 这一段路是整条路填土方最大的位置 从田里面取土 根据东家的要求 把整条路的宽度和高度 一次性就给他填到位 填好了过后 就用挖斗简单的给他扫扫平 再用铝带来回的进行碾压 能多压几遍就给他多压几遍 东家不会说你磨阳工 毕竟填了这么高的土 只有压紧了才会更加结实 确定路上不再需要土过后 就把挖机开下来 把下面的田给他恢复一下 简单的把里面给他拍一下 再把田的平面给他剪平 刚从下面把挖机开上来 就叫我把这里床部给他拍紧 修这条路 这幅人家家里面的地是最多的 赔偿拿的钱也是最多 只要他不再闹事 他的要求尽量的都要满足他 往前面走 这里有一块水田 把树老婆给他挖起来 放在旁边 把田里面的水给他放走 继续往前面挖 这里有一棵树 上面有电线 直接挖吧 肯定也不行 这时候这位大叔看出了我的难处 就主动的说上去把这颗线给他理下来 线放下来过后 田里面的水也流的差不多了 就把表面的稀里巴给他扫到边上 尽量的把这里面积给他扫宽一些 因为这里是一个高坎 要从上面挖土给他填下来 甩了7749下 就把挖机开了上来 从最前面 从坡顶的位置 慢慢挖起来 往后面降 你看我 我也看你 瞬间就感觉有一点尴尬 感觉一瞬间 就把这里的斜坡路给他做好了 按照我修路的经验 第一次把路整平过后 就是用履带来回的给他脸压 接着再把边上的水沟给他掏出来 对于这些操作老铁门已经是见怪不怪了 斜坡路上来 这里就是一段直线距离 然后就把路修在地的边上 老铁门看有没有知道这是一棵什么树的 东家竟然直接不要了 就给他挖到旁边 这里一根电杆也给他移到边上 修这段比较平坦的路就比较简单 确定好路的宽度过后 就直接从里面把土给他削下来 接着再把多多土给他分散整平 铺在路上 路边的水沟也有了 然后路平面也出来了 修这样平坦的路 我的干活步骤就是这样 哦不对 整平过后还要给他两压一边 基本上这一段平坦的路也告一段落 继续往前面修 这里有一个地平 下面是一个高坎 我都有点不相信 这一块地平也是前面那一副人家的 他说以前的老房子就是在这里 近几年才搬过去新修的房子 感觉他家的地是真的多 到处都是 这里就连接到去年我在这里修桥的位置 老铁门有没有记得的 感觉都有半年了 现在看起来只有四个桥洞 在农村搞点工程建设是真的难 就像我去年在这里修的桥 挖机在这里做了很多时间 过年找他们修桥的老板结账 就只收了50% 想起这个事就比较头痛 我估计有很多挖机老板也跟我一样 工地上干的活 钱没收到位 就非常的劳火 有时候我们自己的挖机自己在开 没有请驾驶员 多少大工地上面的活 我们都没有去做 就是害怕这一点钱收不到 反正自己的挖机自己开 有活就干一点做点现金活 挖机停在那里也不用开工资 自己开压力就会小很多 就怕挖机出去干活了 贴了油钱贴工资 现在挖机本来单价利润就非常的少 每个地方也是非常的卷 有时候干一个工程 前前后后两三个月 做结束了过后就只给你50% 说到最后年底结清 结果也是没有兑现 甚至有多工地做结束了 一分钱都收不到 一拖再拖 我甚至有几年前的账 都还没有收到的也有 挖机人不容易啊老铁们 看到这里了帮忙点个赞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反正我们这边的农村 反正有一点工程建设 被老板承包下来 叫我们挖机干活 那个钱都是很不好收 也有好收钱的老板 但是非常少 根据我的经验判断 那种老板就是刚出来包工地 感觉他当老板 时间越久 钱就越难收 同行朋友们 你们那里的情况 跟我这里是一样吗 现在整条路的平面 已经精细整平 也用履带 直直细细的 全部给他碾压了两遍 最后再把路边 给他用挖斗拍一拍 现在基本上整条路就已经修好了 现在虽然这块田已经得到赔偿 相当于东家花钱买了过来 东家叫我不要管他 但是我经常在农村干活 我知道这是基本农田 是受国家保护的 我就跟东家说了情况 他也很少在农村 不知道这些情况 最后也是同意了我 把这块田全部给他整平 以后关点水 还是一样的可以种水稻 老铁们觉得我这样做对不对 我反正干活都喜欢考虑的周到一点 最不喜欢干反攻的活 如果说这块田没有被整平 说不定村委会的人来看到了 还是要叫我挖机拉过来 重新给他整好 多一次不如少一次 这旁边有一根电杆 这位大叔就叫我在路边上挖了一个坑 然后我又回家把钢丝纯拿来 套在电杆上 给他立在了这里 OK老铁们现在整条路就已经全部修好 有一处房子旁边已经买好了寒管 就没有在视频里面呈现 最后感谢老铁们的观看 喜欢的帮忙点个赞加个关注 非常感谢大家 今天刚在这里干完活 准备换下一家 结果这位大爷叫我把挖机开过来 去他家里面修一条路 没错老铁们 这就是他人工修出来的一条小路 前面就是他的房子 这条路一直通到前面的农田里面 他说他所有的庄稼地都在这条路的前面 种了一辈子庄稼 现在年纪大了 有一点力不从心 农村干活就是这么朴实 没干两下就给我送水来了 我们这里的农村大爷就是这样 就算老了也喜欢干活 他说每天也闲不住 买了一辆三轮车 然后就把这一节小路 通过人工修成了一条三轮车 能走得到 可是家门口的位置 有一节上坡路 三轮车拉着道骨 根本就上不去 直到今天才碰到我挖机在这里 就叫我过来把这条路好好的给他修一下 毁了密密麻麻的一些小白树 挖机就开到了这条活沟这里 这前面就是大爷家里面的水田和庄家地 种的玉米和稻穀都在对面 路绣通过后就用三轮车全部都可以拉回家 看到了这种小活沟 让我想起了小时候 总感觉这沟里面有货 挖了两头起来看 结果啥都没有 像这种小活沟里面 最容易长王膳和小龙虾 老铁门觉得是不是 可能是挖的位置不对 现在我们继续修路 大爷也真的是流 为了种庄家 摆了三轮车 还特地请挖机修路 现在是我们这里的龙王时期 老铁门看 这位大爷已经开始插秧了 说明对面的田 还不止大爷家里面一个人的 可能他的邻居家里面的田 也在对面 这条路修好过后 大家通行就比较方便了 修到这里的时候 这里面是别人的地 好说歹说才让挖进去一些 整条路看起来 才像那么一回事 这里上坡路的位置 有几棵桂花树 我就跟大爷说 帮你移栽一下 把这里修宽一些 最后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这几棵桂花树也没有让我挖 把整条路的毛胚修出来过后 就用履带压两遍 接着再用挖斗 给他扫一扫 精细整平 我这个人有个习惯 不管活大活小 都要给他做到有模有样 有形有状 这条路距离不是很长 所以花费的时间也非常短 现在才花了一个多小时 就把整条路已经修出来了 最后一个步骤就是用履带来回的进行碾压 在干活之前也没有跟大爷谈好价格 我也是全凭自己用心做事 最后收钱的时候 我叫大爷看着给 种庄家也不容易 最后干完活 大爷直接给我拿了300元 老铁们觉得这条路300元划算吗 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的帮忙点个赞加个关注 哈喽老铁们 今天我们在村里面给东家修一条路 这么小的一条活沟 竟然要在这里修一座桥 去年还在这里埋上了寒管 接着就用土把它填平 现在时隔已经小半年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时隔这么久 今天我们来到了现场 咦老铁们来看一看 这是什么东西 抱一个回家 拿来当成小桌子还真不错 不知道这里是停工了 还是老板跑路了 桥的基础洞已经挖好 但是没有灌混泥土 活沟的对面就有两户人家 因为这里一直没有修桥 所以家里面的公路也一直没有修通 经过村里面的介绍 东家找到了我们挖机 修这样的毛培路 就得他自己出钱 等路修好了过后 村里面有了指标 整条路都会给他打上混泥土 说真的这村里面对他可真不错 关系到位就比较好办事 就单单修这个桥 听说价钱都不少 在整个桥 街头的位置 往前面就是一块田 整块田的长度 大约有几十米长 地势非常的矮 所以这里路修起来 田土方就非常的大 今天的东家胆子非常的大 我问他这里田土方这么大 哪里来得土 他就直接跟我说 从旁边的荒地里面取土 挖一个坑 多得土就取出来田这一条路 在挖地取土的时候 我都非常的害怕 也不知道东家有没有提前 跟地主人商量好 因为有的东家喜欢先斩后奏 到时候就很容易扯皮 说不定还会炸挖机 经过反复确定 东家最后叫我放心挖 说旁边的地 他已经出了钱 全部摆平 听到这里 我就非常的放心了 只要出了钱摆平过后 基本上都不会出事 因为我经常在农村修路 只要是东家出了钱 摆的地 可以随便挖 基本上都不会有人过来阻拦 从田里面 把土填起来过后 挖地继续往前面修路 就是前面这两座老房子 看起来地势有那么高 所以整条路都是缓缓的往上面修 这路中间有一棵很大的杀树 东家说给它挖起来放到边上 然后这里还比较插土 就从旁边的田里面继续取土 挖起来就一直往前面填 直到土填到差不多的时候 挖机就开到前面 从前面老房子地平边上 缓缓的把毛坯路给它修出来 首先第一步问清楚东家 整条路的边线在什么位置 然后用挖斗 全部给它清理出来 接着就把多多图 全部给它填到外面 路型和宽度都做好过后 再把平面简单的整平过后 再用履带来回的进行碾压 第一是整平不需要很好看 经过履带碾压过后 还是高低不平 这时候就来到了最关键的一步 把整条路连压完过后 再给它精细整平 把整条路的路型 突出来的地方 给它收一收 没有达到路宽度的地方 就用土给它填一填 最终的目的 做到整条路的宽度一致 路肌的紧实程度也是一样 东家说整条路的路面 至少要保证有五米宽 所以现在我把毛培路修出来过后 看起来也是非常的够用 第二是精细整平 把高的地方填到矮的地方 现在已经全部整平 为了让整个路面看起来 更加的平整结实 我就用挖斗 再平面来回的给它扫一扫 不要小看这一个步骤 可有可无 但是经过扫平过后 再进行碾压 整条路会看起来 更加的平整结实 路面基本上已经床部搞好 接下来就把两边床部用挖斗 给它拍一拍 拍成一个斜坡 这样东家看起来 才会更加的喜欢 两边拍完过后 接下来的步骤就非常的简单 一直从三点钟 碾压到快五点了 东家都没有说我再磨羊工 因为他也知道整条路压得越紧越好 刚好干了八个小时 一共收了它2200元 老铁门觉得这个价格划算吗 最后感谢老铁门的观看 喜欢的帮忙点个赞 加个关注 非常感谢大家 平整这样一条路给你一千 你愿不愿意干 今天来到这里打混礼土路 经同行介绍有一个包工头老板 同行兄弟他挖机又没有空 所以让我来给他印一下集 挖机从下面往上面整平总感觉不对 我又把挖机开到上面的路口 这条土路看上去已经修好了有很久了 路上长满了很深的槽 就必须用挖机给他清理掉 你们说包工头是不是傻 就为了清理这些槽 就要请一个挖机 花一千块钱 请两个人工还花不到500块钱 就可以把这些槽全部给他清理干净 哦原来是我太肤浅了 包工头过来给我比了一个手势 他就非常的信任我 然后就跑到一边 蹲在那里看我怎么做 老铁们有没有看懂他这个手势是什么意思的 只要是在我们这边农村打过水泥路的 就很容易瞄懂他这个手势 就是叫你把两边做到第一点 中间给他凸出来 这里有一点洗里巴 我就故意没给他扫干净 留在这里 我想看一下这包工头的车 能不能从这里直接开上去 其实这表面只有一点洗里巴 是他所不得加油门 好心的我就从挖机上面跳了下来 去给他推车 我前后来回的推 就叫他使劲的踩油门 车子就开上来了 现在时间来到了中午 太阳也越来越大 把这里扫一扫就回家休息了 下午工人就过来 开始打混泥土路 现在这辆货车拉着模板 就来到了这条土路上面 这几个工人非常熟练的 就把这个模板给他关好 看得出来他们也是相当的专业 货车把混泥土倒下来过后 几个人就一起缠的缠挖的挖 最终的目的就是把这些混泥土 全部铺平于地面 这一车混泥土倒下来 还倒在了模板外面 包工头在旁边看到了也是叽叽喳喳 本来这条路我平完过后挖机就可以走了 但是包工头跟我说挣这一千块也不是那么容易 知道这里路基比较软 害怕货车陷在这里 上午就把路修好了 就叫我在这里等一等 前面连续倒了好几车都没有事 就是这一辆货车倒下来的时候 不知道怎么滴就陷在了这里 这司机熟练的把钢丝纯套上 我轻轻移动 整辆货车就爬出来了 倒在了这里 我再用挖机帮忙给它平一平 不知道怎么滴 我平这个混泥土路就是挖不平 感觉稍不注意就挖出来一个洞 旁边的包工头看到我这个样子 就叫我不要挖了 还不如他们人工爬的快 就叫我把挖机往后面开 一边退一边就把路上突出来的地方 给它扫平 那今天的这一千块就到手了 后面的路基有这么硬 根本就不需要挖机了 这时候我就把挖机开到了旁边 停在了这里 最后带大家看一看整条路硬化完的效果 感谢老铁门的观看 下一期我们继续打混泥土路 今天来到村里面打水泥路 我突然看见这水泥路旁边长了很深的槽 因为是在路口的位置 我的本能反应就是看到了就给它压倒 这里有三个根地基挡住了我的去路 这左手边是一条水沟 小心翼翼往前面爬 差点让你们看笑话 摘到沟里面去了 今天来到了这个地方 给老爷爷家里面打一条水泥路 他说他今年八十几了 听他灿灿巍巍的讲述 这条土路已经有好几年了 一直也没有通上水泥路 每当要去街上赶集的时候 都要从别的地方绕很远的路 判了许久 他说我们今天终于来了 这旁边有一位阿姨 我观察了一下他 他想用梯子爬到树上摘里子 当时就有很多人在看我直播 叫我用挖斗送他上去 可是这位阿姨说他害怕就不用了 从大爷家门口的位置 就这样一直整坪修路 这里整条土路大概有一百多米 挖机一边整坪路面一边后退 这时候这位大爷跑了过来 我就叫他慢一点 他说有事跟我说 听他说 他手指的这个地方是以前的老坟墓 虽然现在已经没有人在祭拜 长满了草 如果这位大爷不跟我说 我肯定不知道 下去看了看 在确定安全的情况下 往里面削了一点点 修这整条路 需要路基达到4米宽 像这里遇到软的地方 就可以挖旁边的条石 给他铺平垫一垫 上面再给他盖上土 我在这里修路的时候 就有几波村民从这条路上过 有的给我拿烟 有的还给我拿水 非常的热情 说辛苦了 出门在外 能得到别人的照顾 心里面还是暖暖的 今天修的这条路 路基也是非常的硬 只需要把表面的草 给他刮一刮 用挖斗扫一扫 整条路修出来 就看起来非常的漂亮 整条路修好过后 包工头就安排货车 来了半车实质 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搞的 每一次倒下来 就只倒这么一点点 还要叫我给他扫屏 扫屏完过后 又往前面开 这里还有一点 简单的扫屏完过后 就叫我把挖机开出去 第二辆货车 就带着模板和工人 来到了这条土路上面 这个位置有一点突出来 不好看 我就给他降一降 把土填到矮的地方 再把表面给他扫一扫 接着就用履带 来回的给他脸压 现在整个路基 就已经全部修好了 这是第三辆货车 就拉了半车混泥土 来到了大爷家门口 现在就开始放料 然后人工给他整瓶 嘿嘿 今天后勤部大梁也来帮忙了 大家把活干得热火朝天 我在旁边也不能光看不干活 看见货车轮胎压楼很深的潮 就从旁边挖点土 给他填一填 然后把路修平整 如果不修平整的话 中间突出来很多 就会导致混泥土路中间的位置非常的薄 所以说这种比较软的地方 就必须配备挖机在这里才行 如果是路基好的地方 就用不到挖机 只有这一段过了 后面路基都非常的硬 就用不到挖机了 把这一段软的地方 倒上混泥土过后 我挖机 基本上也就没活了 再花上几分钟 用铝带给他脸压一下 OK老铁们 今天我的活就干完了 这是整条路 倒上混泥土过后的样子 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的帮忙点个赞 加个关注 哈喽老铁们 今天来到山上打水泥路 这里有一点泥巴垮了下来 等一下货车要在这里转弯 每到一个地方打水泥路 都是挖机先进场 所以碰到这种转弯 比较小的地方 不用别人说 也知道该怎么做 顺着这条路往下面开 来到这里转弯的位置 这个地方是急转弯又抖 挖机直接滑了下来 在挖机往下滑的一瞬间 怕是不怕 就是出了一身冷汗 简单的把边上给他填起来 挖机就继续往下面开 这里山上还有很多富人家 都没有通水泥路 这位老爷爷已经等候我们多时 他就跟我说 你们怎么才来 不是听说去年就要过来打水泥路吗 整整等了一年 今年才过来 这位老爷爷非常自豪能干的说 在你们还没来之前 我就自己出钱叫货车拉了一车十指 出在了土路上面 前面这一幅人家已经没有住人了 但是也要给他通上水泥路 简单的给他修了修 别小看了这一条土路进来 这里还像一个十字路口 估计这土路里面也只有三四户人家 农村山上就是这样 家里面就只有一些老人在家里面 这前面的地平就是这位80多岁的老爷爷 请人刚打好的地平 我们就从地平边上接口的位置 给他下降20公分 缓缓的给他修成一个斜坡 把整条路的宽度和平面给他修整出来 这个位置就比较陡了 幸好这里的路基还是非常结实 下面都是石头 一看这条土路都已经挖好了很多年 路才修好了一半 大家也都过来上班了 只是这太阳这么大 真的非常热 这里土路上去非常的陡 而且棒里面的位置还比较湿润 所以我就给他挖宽一点 把表面的稀泥巴给他清走 再到前面挖一个小坑 有水的话就留在里面 我把这里搞好过后 挖机就往前面开 继续去修路 其实挖机平整这样的路非常的简单 做成泥丘被 两边刮一刮 扫一扫 整条路就修好了 时间很快来到了中午 老爷爷看我们打水泥路也比较辛苦 这山上离我们住的地方也比较远 所以他八十多岁了 还给我们做了一大桌子菜 吃了三碗稀饭 一碗干饭 下午接着干 现在太阳虽然看不到 但是大家身上全部都已经打湿 真的是非常的热 站在那里不动都要流汗水 更别说还要刨混泥土 真的是非常的累 所以我就开着我的挖机 过来给他们帮忙 由于这个地方实在是太陡 货车拉着混泥土 往上面倒非常的吃劲 货箱顶起来过后 没有挖机给它刨 它也倒不下来 挖机帮忙把货箱里面的混泥土挖下来过后 没想到全部都流到了下面去 这就非常的不好办了 我就想了想办法 这时候又来了一车混泥土 我就叫它不要把后面的门打开 直接把货箱顶起来 我在小心翼翼不挖到货箱的情况下 把混泥土给它挖出来 然后一抖一抖的直接给它转到这上面 只要把这一段陡坡路全部倒上混泥土过后 所有的困难都迎刃而解 有了挖机的帮忙 他们干起活来也轻松了很多 这时候我就把挖机推到了一边 因为陡坡的位置已经全部倒好了混泥土 现在基本上也不用挖机帮忙了 看到货车成功的把混泥土倒下来过后 我挖机也默默的开了出去 时间来到了第二天 整条路也已经快收尾了 工人们也是非常的累 坐在旁边休息 我就用挖机帮他们爬一下混泥土 爬完了过后 这里还差一点 就从货箱里面咬了几斗下来 这条土路经过一天多的时间 已经全部变成了混泥土路 感谢老铁们的观看 喜欢的帮忙点个赞加个关注 非常感谢大家 今天来到了山上打水泥路 视频前面这一幅人家已经通了水泥路 可是他觉得这里上坡的位置已经太陡了 他儿子的小车开上来都比较吃力 所以这一次刚好碰到我们在这里打混泥土路 他就重新出钱 想把这里好好的修整一下 现在先不急着给他干活 今天我们主要的干活内容还是修路 这一条土路大概有二十多米 以前这里只有一条人走的小路 小路边上还种了一些菜 也不知道是南瓜还是丝瓜 都还没长大 全部给他挖掉了 搞建设嘛都有损失 首先从地平接头的位置给他下降二十公分 修整条路大概宽度在四米宽左右 遇到高低不平的位置 就把高的地方填到矮的地方 最后再用斗背来回的给他烫平压紧 把整条路做到中间高两边低 这样就算有雨水也会往两边流 说是这样说大家懂得都懂 路修好过后这位大爷就拦住了我跟我说 刚刚你撬的那一点水泥块还不够 根本就没有达到我想要的效果 经过简单的沟通过后 他也是直直细细的跟我说 今天无论花多少钱 我都要把这一段路好好的给他降平顺一点才行 说是迟那是快搞破坏那我肯定得行 好好的水泥路就这样被我大卸八块 看到这里可能有的老铁就会想 为什么不能在水泥路上 直接再给他倒上一层混泥土 这样还不是更方便吗 那如果这样想的话就太简单了 大爷叫我把上面半截水泥块挖完过后 就叫我下去看了看 给我指了指一个地方 就从半坡的位置把这个土层给他下降了30公分 这里有一点凸起来给他敲一敲 这后面修平顺过后也给他扫一扫 把土层降了过后 如果再倒上一层混泥土 整条路也就不会那么陡了 给大爷的活干完了过后 我就把挖机往前面开 也不知道货车什么时候那座模板来到了这里 眼前这一座房子已经通好了水泥路 但是家里面的后人比较能干 直接要求施工方把他家的地平也全部倒上混泥土 该算多少钱就给你算多少钱 我们这个施工老板一听说打地平给现钱 屁呆屁呆的就从城里面来到了这里看了看 谈好价钱过后立马开干 刚开始这位大爷还想用这些竹子铺在地平上面 然后再倒上混泥土 这样就可以起到拉扯的作用 还没等他放好就被打路的工人给他扯到旁边去了 并且告诉他你这样肯定不行 竹子在下面混泥土倒下来过后 全部都会浮起来 这里有一根电缆线货车布好到混泥土 不用别人叫自己就开着挖机过来帮忙 这大爷看到挖机来了 就抱了一箱奶分给大家喝 因为前面有电线货车顶不起来 我就直接用挖斗 在他货箱里面挖混泥土给他转到这前面 等把这前面混泥土打好过后 货车可以正常的顶起来 这就没我什么事了 混泥土倒在地平上面可能有十几公分厚 像这么大的面积 你们觉得应该需要花多少钱 地平打好过后挖机就开到了这里陡坡路 仔细看水泥块有一点凸出来 就用挖斗使劲的给它压下去 感觉还没到一天的时间 这里混泥土路就已经快到完了 右手边这一段陡坡路也是大爷自己出钱 前面的地平也是私人出钱 我们今天到得水泥路也就只有中间这一节 修路的老板今天就吃香了 现前活 现在整条路已经全部倒上混泥土 感谢老铁们的观看 今天的活就干完了 喜欢的帮忙点个赞 加个关注 今天来到山上打水泥路 这位大爷已经等候我多时 没人带路 还真难找到这条土路 这里是一个陡坡 又是一个急转弯 整条土路已经修好了有很多年 现在已经长满了杂草 整条土路大概有100米左右长 很快就开到了房子这里 今天的施工目的还是一切围绕着打水泥路 自从挖机开始配合打水泥路起 我就对手机上面的天气预报产生了兴趣 现实中的天气就像女人一样说变就变 然而天气预报就像男人一样非常的不靠谱 前五东风起 突然片刻后 雨顿日出情 这条路主人在五年前就已经修好了 然后就出去打工 一直没有回来 可以这样说 这农村山上才是他最后的归宿 以后告老还乡 还会回到这里 修这条路的主人也没有回来 他就叫亲戚 今天在这里帮忙照看一下 不出意外的话 今天中午干了活 都没有地方吃饭 有很多人觉得在这样的山上 为一副人就修这么一条水泥路 非常的浪费资源 其实不是这样的 现在重点发展就是在农村 需要做到家家夫妇都通上水泥路 俗话说得好 想致富先修路 乡村振兴建设幸福家园 现在的政策真的是太好了 国家免费出钱打水泥路 老铁们你们那里有这样的好事吗 整条路修好过后 挖机就开到上面这个位置 给他修了一个货车掉头的地方 因为我把路修平过后 马上就有货车拿走混泥土上来 第一车的时候往下面倒 货车就不小心开到了边上 没办法整车就全部倒了下来 然后再把这些混泥土 全部给他分散整平 这里这么抖抖坡 货车拉着混泥土往下面倒 就算奥德标来了 他也得小心翼翼 这位穿插的小伙子 开着他的战车 与他那无与伦比的实力才能 缓缓的向后倒车 便没有什么意外 就安稳的抵达了房子处 就这样往返了一次 天空就下起了雨 时隔了两天 我们又来到了这个地方 邦印的混泥土 让工人束手无策 我连忙就开上挖机 给他传部储坪 下了两个小时的雨 就晒了两天 现在整条路看上去 还是非常的软 968货车 在这里也是轮胎空转 非要等我戳他屁股 他才开得上去 在东一腔西一炮的处事风格下 我很快就把这里的路 给他修平整 表面还比较湿润的土 就给他扫干净 这辆货车就没这么幸运的 只好我带着钢尸笋 过来拉他一把 片刻之后 站车终于成功的上了岸 随即我就把挖机 开到了后面这一个陡坡路 蓝牌的货车 非常惧怕外面的高坎 一个进的就贴着里面三坎轴 结果卡在那里一动不动 毫无疑问 这一车混离土量就只能卸在这里 就这样不知道 到了多少车混离土 终于修到了这里转弯处 后面还剩下十来米土路 再如此往返三次便可以回家吃饭休息了 现在挖机也只需要简单的把这里扫平过后 再把路给它修一修 基本上挖机就可以退场了 感谢老铁们的观看 谢谢大家 喜欢大龙的可以点个赞加个关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